您不能不知道来关心 新冠疫苗底台看见曙光 指挥中心也着手规划 国人施打优先顺序 根据疫情指挥中心最新一份 在1月29号到2月2号所做的调查显示 65.2%的医护人员有接种意愿 防疫人员则有74.8% 但是还是有部分民众担心 疫苗的副作用还有风险不愿施打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目前不会强制 但后续还是要看疫情变化 国外新冠疫苗即将来台 第一线医护和防疫人员 被列为首颇优先施打对象 但大家想打吗 指挥中心公布一份 从1月29号到2月2号最新的调查数据 医护从业人员有65.2%有医院 防疫人员更有74.8% 愿意接种疫苗 和去年10月调查时相比 愿意施打的人变毒了 实验那时候其实大家不知道 他有没有效 三期的临床报告 科学的报告都不是那么的多 本来有80几%要等 然后现在剩下60几% 说各国已经开打 有效性安全性都没传出重大意外 再加上近期国内爆发 不讨医院院内群聚感染事件 让大家提高警觉 也愿意来接种疫苗防护 而实际来问问一般民众 看法大不相同 看其他人打的状况怎么样 不确定这批疫苗的好坏 那不担心打了会发生什么问题 也是把病毒打到身体吗 不会 完全不会 因为我觉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会比较重要 对因为你不知道打了之后 它是一直变种 也还有两道三成医护防疫人员 担心风险副作用的 没有接种意愿 外界也好奇 究竟疫苗到手 指挥中心会不会颁布强制令 疫苗都没有强制来打了 到目前 那是以后会有思考上的一些变化 那当然又另当标 暂时采自愿方式 但如果疫情升温 恐怕做修正 终于叛道疫苗来台 指挥中心接下来 还得取得民众信心 在这边暂体报道